2017年12月31日 各位曼迷早晨 去到今年2017年的最後一天 結果我想大家都知道 聯賽上局已經三年和 連續三場和波 在聯賽中終於被車仔追過 到第三位 連續三場和波 這場比賽很簡單 大家無論有不同意見 之前有的問題 這場比賽仍然存在 簡單來說 包括無論是在佛球死球 防守方面處理佛球死球 或者進攻方面 利用了我們拿回來的佛球 死球或者角球 都是處理得非常之差 仍然都是那句 高佬就多了 但是就頂不到那波 不知為何 今場在防守方面 更加發現了一件事 就是 我之前在 preview 前瞬間也有說過 三藍隊是打陣地戰的 結果他們在兩邊 基本上是落到底線 出了一些地球 都成為我們 做到非常危險的情況 那敵機阿神 仍然有出現 那樣 嘮嘭 對不起算咳 輕人還不會很糟 進攻方面 真是啊 我們基本上 今年都是打到氣 老實說 說歉恆頓 其實今場一場我比賽 atchetивens 剛剛, 瑟米比以打到5分钟 其實在開局 Mister 它們都不是迫 Tak 我們有時間的 nothin 而一開始不久,普巴已經有一球在左腹位 突然在轉方向轉向右邊的馬達 落到底線,出了一球漂亮的球 盧卡古頂中,不過是頂出架,頂高了 我可以這樣說,如果那球一開始大約是三分鐘左右 盧卡古後來都受傷了 那球如果頂入了,軌跡就是這場球一定是我們大勝 但很可惜,我們不能把握入球 結果,收藍頓慢慢穩定了陣腳後 他們的陣地戰又發揮了作用 而我們由於進攻上不是太順暢 我們都說了,很多時在前場全球都會有點脫漏 不是太準確,經常都脫掉 結果,還有一點點欠缺運氣 雖然我知道這個絕對不是藉口 但有一兩球的十二碼,或者普巴 最後一球的炸壺,也有一點點跟運氣有關 尤其是十二碼,普巴那球可能是他太過心急 好,那... 不好意思 其實,這場球當然最大的重點 其中一件事是大約六、七分鐘左右 盧卡古就被對方的後衛頂到過後腦 這也是無意的 我想Money也有說 結果是怎樣呢 老實說,這些頭的碰撞 真是不知道怎樣的 但是呢 都是那句 No news is good news 即是說沒有消息,就是應該是好消息 因為呢 我想大家有看這些無線的劇集都知道了 有這個腦的震盪,concarsion 的時候 基本上都要觀察一晚的 最少才知道究竟有什麼事 總之呢,暫時來說呢 沒有任何消息,就是好消息了 起碼都要明天到,才知道究竟發生什麼事 好了,其他Money那些,稍後再講完才講 大巴當然要講一下我的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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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圖啦 雖然,今場球還有一件事想說 去圖之前,就是說 其實今場球左右兩邊的攻勢 就叫做拉雲了的樣子 因為楊格去了右邊之後 他也在右邊做到不少的攻勢 但仍然都是,大部份的攻勢都是左邊 好了,我第一件事想說的,這場球是什麼呢 就是說 這場球呢,就是 蓮德洛夫開始發揮到他一些 參與進攻的作用 好像這一球球上半場的大約26分鐘左右 蓮德洛夫就在右路的後場 我們自己的三集線拿到球 這個我經常都想說的 就是他要給一些比較長的球 直接去到射門 這球球就做到這個動作 我們看看下一張圖 另一個角度就是 其實他已經拿到福仔 所以他在這個位置 就已經給了一個很長的 其實是高球 又用這些高球來講 就找到福仔 這個球直接是已經給了 禁區禁制的了 你看到這個就是一個高球 那邊慢慢下來的 落點大約是已經進了禁區 福仔的first touch 是一般的 當然因為被兩個後衛夾著 但是其實我覺得這個相當好的一個 示範作用 我們將來的蓮德洛夫就是這樣用 那個如果是盧卡古 可能身體對角性比較好 然後我記得蘇爾衝前 就是做了一個射門 雖然沒有成為入球 但是在我們進攻的路向 或者方法方面 我覺得這個是絕對 我們是需要去研究多些 或者利用多些的方法 接著去第二球 就是那個十二馬 這樣 蓮爾特在禁區裡 就撩起了一個球 這個Yoshida 日本的中堅 我不太記得他日本的名字 即是中文怎麼叫 總之英文就是Yoshida 都打了三韓頓的中堅很久 好像這場比賽的隊長 回到回後的時候 他的手是絕對碰到一個球 還有呢 看這張圖比較清楚 很明顯這隻手是舉高了 不是在一個自然的狀態 即是一個自然的狀態 所以說真的 我個人覺得 嚇到肯定是碰到一個球 我就覺得這球一定是十二馬 但是 即場來說 他又有一個球證 幫忙去說這件事 他就說什麼呢 他就說 手球是需要有這個intention 即是說有沒有一個主動性 或者有沒有那個動 感覺 或者是那個叫做 是主動 但是他的球證 當時的球證 即解釋 那個球證 就說 看不到他有一個特登 是特登 看不到一個特登的手球 說真的 他是不是特登 他自己才知道 你誰知道 但是很明顯 他的手就是一個非正常的狀態 以及怎樣也有球 如果你問我 應該是十二馬 不過沒得說 好 接著 另外這件事我想說 就是MK仔 MK仔 這場球 我想很多人都會覺得 他打得不好 或者這樣 但其實我覺得 他的出球 的確有 應該這麼說 十球裏面有五球 是正常的 五球就不知所謂 所以 究竟是怎樣 大家自己評論 他的出球 但是 有一件事我想說 這球球我想說 什麼呢 就是MK仔在這裡 保持了球 他就是一個角球之後 延伸出來的 這個就是我經常說 我們的前鋒線的問題 站位問題 你看看 普巴這次好了 普巴這次入了十二馬 入了十二馬 裡面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福仔和中司 全部站在中處後處 就沒有人走前處這個位置 我覺得這就是最大的問題 前處這裡 你看看 其實相當空位 而MK這球球的確是出了前處 那為什麼出前處 好呢 因為一定是 如果力射 一早已經站在前處 就沒有用 但是呢 如果他一出的時候 他一出那一下 他一出那一下 你而走進去前處這個位置 例如 這球球 普巴絕對有條件做這件事 相對來說 很容易會走掉後衛 而 如果技術很好的話 一個後腳 就會很容易入球 或者 他就算是不射球 傳球出來 給後處的球員 仍然是入球 是容易了很多 但是呢 我們的球員 我看來看 往往就是 那球已經傳了出來 那球已經去到大約這個位置 我想 但是呢 他們仍然都還站在 站在原位 沒有走位 沒有人去近處 所以結果這個球 就容易被龍門接了 但是呢 我要這樣說 如果你站在我的立場 我覺得這類型的球 一定一定要有人走前處位 跟著 可以做成直接射門 或者 養了養龍門 也是好事 或者做一個異傳傳分 給中後場 基本上入球的機會很多 但是 說真的 看了這麼多場萬亂 基本上 沒有人走前處位 完全沒有人走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練加德可能有機會走 但是基本上沒有 所以 我覺得這真的是 我們的前場 就算MK 說真的 他當然浪費了很多機會 出球出得不漂亮 但是他出得漂亮的幾球 也是沒有人走位的 所以這個真的 我覺得是很浪費的 我們在進攻方面 這個就是下半場 一開球沒來的 一個防守上的問題 就是阿力傑迪的神救 也是 給人一個反擊 你看看 OK 對方就拿著球 預備出球 他也出得不錯的 這球球 但是大家留意一下 馬迪其實本身 他是不是 那個位子 比後面這位進攻球員 三文盾的神救 但是你看看 第一局來到之後 馬迪就沒有離頭 讓人家藏了一個位置 讓人家做到一個 直至射門 幸好 阿迪基亞 用腳做了一個神救 因為說真的 你看看 這條大約是14馬左右 馬迪是完全無壓力 給他之下的射門 幸好 阿迪基亞救了 這也是我們防守上 經常有的問題 就是說 引力的力量 但是 不看別人的走進來 相反 同樣的道理 亦可以放在我们的进攻方面 我和Daniels常常讨论 球星和球员的分别是什么呢 例如我们说的Harry King 哈利·坎尼亚二次 他很经常找到两个后卫中间的空位 涉入去造成一个射门或者造成一个空间 而我们的前锋 尤其是劳卡古 福仔 尼派 甚至马斯亚有时候也是的 在无球的状态之下 他们不懂得找一些 两个后卫中间的空位去入涉 制造一些空间给自己 去做入涉和射门 这就是我们前锋的很多问题 就出现在这里 而相对来说 那么多个进攻球员来说 做得最好的就是连格特的 很多时候没有球球的时候 他就找到两个后卫中间的空位 去做一些空间 去拿球或者射门 这件事我真的很不明白 为什么我们的前锋 其实无论是福仔 幸好在防守方面的失误不算太大 而且迪基亚又有一球神球 如果不然就会输了 这就是最后的那球 就是越位 很明显 其实你看到拉回直线的话 你看到普巴和连格特 都站在越位位 连格特也更勉强 普巴的确实是在越位位 对马斯拉回直线的时候 对马斯拉回直线的时候 而且后来看到慢镜 就是说如果普巴不心急 不碰球的话 其实那球是万流尾台 如果普巴完全没有碰球的话 其实万流尾台 可以造成一个入球 那便没有做到越位了 普巴也没有影响到 守门穴的位置 那这个没得说 老实说 这个就给回到普巴了 虽然 这球球其实是在越位位置 第一他未必知道 第二作为一个攻击球员 当然是第一时间加脚了 确定那球是入球的 但他就不知道自己 原来在越位位置 都不能够完全怪他 好了 那叫做摩尼奴 都给了一个更新关注 但还是不知道是怎样的 他就说 摩尼连说 I don't know I know that normally bad Bad news arrived immediately Bad news didn't arrive I think then there's problem for the next two matches for sure OK 说什么呢 我就不知道是怎样的 摩尼奴说 好像我这么说 路震荡 concussion 起码都要观察一天 才知道实际情况 所以现在这一刻 就不知道 但摩尼根据他的经验 就说 通常如果有些坏消息 就很快会来的 那暂时 原场之后 去到几早都没有坏消息 还有我听现场的 评述说 没有送到医院 at least 在即场来说 没有立刻送医院 就是说 估计就不是太差 但是 因为如果差的话 就立刻要送医院了 那他就说 摩尼连说 暂时还未有些不好的消息 所以呢 是有问题的了 起码来过两场 之后怎么又不知道 但希望也不是太严重了 我们就失败了 例如上半场 我没有卡到图 MK仔有一球突击 就是中间有 连格特和福仔 但是呢 他就给了一个 无人地带 这是两样东西的 第一 MK那球球 就给得非常之严重的 如果走位有得好一点的话 MK的选择是比较好一点的 但是两个 一球 结果他就没什么选择 当然 MK球球 也是给得非常之严重的 OK 接着也说回 摩尼连说了 神救 但是当然 摩尼连怎么会 不提 这个 十二码 我不知道他的意思是 没有运动 还是什么 总之他就说 那一球 先看看 对 这里 他也算是这样 这次他说什么呢 他就说 给了一个 容忍度 给球证 因为他就很远 在五十码外 但是那一球 我想他的 延下支 一定是十二码 说真的 他觉得 也有点不幸 他也说回一些例子 他说之前很多 都判了二码 但是这一球 就没有了 这里也说 EBA 原来EBA 就有一个月 要休息 因为 我想很多人之前 有些受伤 路卡古未知 所以大家知道 为什么EBA 连后避连都没有 就是因为 他又有少少少少伤 起码 一个月 好 到路卡古又受伤 接着那几场 就真的 对了 很明显 都不知道 谁会打正前锋 可能又会打假狗 的情况 那 看看怎么样 都不知道 他就说 希望 他也是那句 他都说很难 因为没有了一个 打九号位的正前锋 然后 也可能找Marshia 或福仔 先顶住 如果我给你一个提议 说真的 不要打九号 直接打一个 快的三前锋 一起去 走来走去 互相保卫 我经常说的 不知道 等于摩尼奴想想 下场球才算 好了 PF 即是球员的表现 他说 他都 OK 球员的态度 还有 这个 决心也是有的 我也很难投诉 他就说 一个 都是有心的比赛 可能他也 免得骂球员 可能也觉得 未必有用 因为 还来很多比赛 始终 就是说 打了很多比赛 去到贵冲 有点 累 或者有点 厌战的情况 但是 他也觉得 我们球员的表现 也是OK的 我们始终 就是说 错过了很多机会 还有 在龙门前面的传送 是比较差的 所以 我觉得 摩尼 在这个阶段 就不想 太多 因为始终 都是一个 不是那么顺利 但是也是那句 又回到之前那里 这个 不是那么顺利 是不是一个藉口呢 还是 好像Daniel常说 就是我们劝缺 一个升级的前锋呢 这个事情 很难说 但是也是那句 我觉得去概括 这一场球 就是说 很多我们这一季 一直见到的问题 在这一场球来说 就完全是见到的 我想 听开万米早晨的万米 或者 其实你们有其他意见 觉得万元 今季一直长久 以来 都是一些 積落了的问题 这场球 基本上 都是见到的 我觉得 大致上是这样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今晚 现场版会做今晚 今晚 跟大家一起倒数 11点半才开始 因为 我想我把声 支持不到一个小时 所以大约 大约是 大半开始 倒数完之后 可能再说多一会 大致上是这样 今晚再跟大家见面 这场球大致上 拍大把角度 就是这么多 OK 今晚见 拜拜